华为第一届的财报出轮 上半年的营收增加了23% 增加了多少钱 透过图表直接来看一下 哇塞 高达了一兆八亿四千万台币 这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 还增加了24% 到多少呢 一亿一千八百万 听到这里呢 你大概问号已经出来了 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跟你们说 华为有多惨有多惨吗 怎么财报听起来很漂亮 华为方面表示 因为美国对于华为的制裁 其实五月才开始生效 因此对于华为的伤害 可能还没有完完整整的反映 在上半年的获利 应该会在下半年的时候比较明显 但也就因为如此 华为的董事长呢 梁华他就表示了 他说会继续投资自己掌握未来 宣布呢 今年总共会投入五千四百九十亿 来投入一项大计划 这样计划呢 主要还是精精自己 但是细节其实并没有说 但是这么简单 这么励志吗 怎么突然变成一个励志故事了 最近就有一个分析指出 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智慧型手机销售 跟5G的电信合约 也就是你现在图卡上看到的这两个 才是真正让华为保命的关键 但是讲到这一步田地 到底下半年该怎么办呢 那这样听起来下半年应该会很惨啊 鸿蒙系统 现在看起来是最强大的护身符了 一般来说呢 大概在八月九号到八月十一号呢 会举行的这个开发者大会啊 在这一次呢号称史上最大 这传华为公司将会公开鸿蒙系统 而且这个系统呢 还会直接导入智慧电视来使用 那听到这个消息 美国方面的态度是什么呢 当然还是很难猜 但前阵子我们不是有跟你提吗 美国有很多的企业 希望川普大人啊刀下留情 不要把我们本土企业的财路也给挡了 最近呢 美国的商务部长呢 这个Ross 他可是对中国贸易态度比较鹰派的 也就是说比较凶的一个部长啊 这连他的嘴巴都软了 说下个礼拜呢 会给一个正式的答案 虽然呢 这个到底是不是在等呢 这个上海的中美贸易谈判 还不知道 但是是不是真的要开始重新打算盘了 这个或许对于华为 甚至对于中国道路的企业来说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要点 这样消息当然对中国来说很乐见其成 因为在呢 美中贸易谈判中断了三个月期间 除了川普拼命发推特说 中国大陆的经济很糟糕之怪 事实上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承认 经济现在的确遭逢困境 美中贸易谈判 好不容易重返谈判桌 但台面上看似风平浪静 私底下却暗潮汹涌 因为川普不改大炮性格 不但警告北京别想拖到美国2020总统大选后 否则未来协议条件只会更严苛甚至破局 川普也上推特痛骂中国占便宜 说好要买农产品根本没有下单迹象 很算中国经济是27年来最差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但川普可能没说错 就连周二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也坦诚 中国经济走下坡 积极喊话党外人士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打好化险为宜主动战 他强调要增强信心保持定力 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 打好化险为宜转危危机的战略主动战 外传这次贸易谈判 聚焦农产品换华为 但下星期才会有答案 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中国既出策略还首度出动 鹰派商务部长中山入列谈判 看在专家眼里种种迹象显示 短期内人恐怕难有重大进展 三天新闻 陈佩伯导 不过还有另外一样事件可能会有重大进展 我们这段期间其实很常告诉你说 香港美服务周末必有游行 但是前两天您应该也看到了 就连平日现在开始都会有 规模不等的抗争活动 这反送中的示威游行 已经连续八个礼拜都有上街抗争了 这段期间你看到了非常多的画面 都是有一些流血冲突的情况 而另外如果你没有到现场的话 我们其实也要告诉您 在我们那个时候 跑到京中去采访的时候 这店家就因为这些抗议人群 是直接把铁门给拉起来 很多像什么肯德基 大家这24小时都会开门的 最后都怕被拨击 所以干脆我就把门窗给关起来了 所以到周末明明应该要出来赚钱的日子 这街头上面反而安安静静 这当然就让香港最近 在境内四成的跨国企业认为说 现在目前在香港的商业环境 其实并不是这么的理想 另外还有三成三的企业 更直接了当的说 这香港的前景真的不太乐观 面对这个问题 最近有个小道消息 说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现在已经在香港的边界 难道是要准备强力镇压吗 事实上香港的政总附近 政府总部的附近 就是解放军的驻港部队 外界预估解放军在香港的人数 大约是介于6000到1万人之多 他们主要是管理着香港 19个地方的军事用地 通常这些士兵 他们不会主动去干涉地方的事务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香港 有可能他们还是要维持 这个一国两制的模式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特区政府有需要 你还是可以跟北京方面 去请求驻港部队的帮忙 比方说如果有天灾来临的时候 或者是治安真的已经插到 这香港的港警 没有办法管的时候 那其实有两个法律 我们也要特别来带您研究 按照驻军法 驻军法这个地方 其实就有写的 明文写定说 我香港政府 我不会主动提 我也不会主动派兵 但是如果你香港政府 你主动跟北京政府提出说 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的话 那么解放军才会出动 另外香港的基本法 他们也定义了一件事情 他们定义了所谓的动乱 他们说动乱你必须要违及到国家统一 或者是安全 在基于这两条法的情况下 香港政府才会主动去跟北京去要军队 所以这个时候 解放军已经出动 难道已经是北京政府去定调说 香港的反送中风波 已经危害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了吗 而另外一件事情是 这难道是香港特区政府主动要求的吗 特区特首是谁 问到这想必不难懂 这一切的脉络 林郑的政府恐怕在接下来这段时间 要好好的跟香港人民解释 不过这个时候 英国的金融时报都劝了 说如果真的强力镇压 那么将会是一个相当错误的决定 但这决定做了英国会怎么样 能怎么样 除了谴责苦劝之外 会采取什么行动吗 或许只会沦为永无指定的谴责 还有外交交易的新筹码 倘若北京现在还在观望态度 那港府难道打算一路挨打吗 显然也不是如此 因为在昨天傍晚 有香港的媒体就拍到了一辆警方用的震报水炮车 进行路面测试 让现在民众的恐慌再度升级 警笛声响 水珠狂喷 成天男子水珠一喷 硬身倒地 警察震报用水炮 堪称是对付群众的终极武器 但类似的大杀器香港警方现在也有 30号傍晚就有香港媒体拍到水炮的测试画面 外船已经完全检测 8月就能进入战场 用水炮车是不是总好过用大炮车 难道用机关枪 你用的水炮车比韩国的 劲很多 那当然一定是劲一点的 出的钱来买的 当然一定是最劲的 难道买一支水枪就跟你们摘着摘着吗 清中派议员何君尧7月初在立法会上大力支持 香港警队使用水炮 而且还是越强劲越好 但水炮在国际场合上早就恶名昭彰 一旦混入催泪瓦斯等化学物质 造成的伤害更严重 德国一名退休工程师被喷到双眼失明 南韩还出现势力受损 耳膜刺穿的案例 甚至曾有人因此丧命 2015年当时还是伦敦市长 现在已经是英国首相的强僧 就曾经购买三台高压水炮车 但英国内政部坚持不准用 警队是否会因为政府压力被迫使用杀伤力强的水炮 还是未知数 但对示威者来说 恐怕不是什么 好骚子一 三地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